前面就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今天我和老爸一起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 到他们家既能保眼福又能保口福 因为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收藏家 而女主人做了一手的好菜 我们今天既能欣赏到艺术的精品 又能尝到女主人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 她这儿有十几幅 我们上海松江书法家董奇昌的作品 说到董奇昌 我们前些年还在做一个董奇昌的话剧剧本 在做剧本的时候万分艰难 因为董奇昌这个人 他的负面东西太多了 又不说董奇昌了 这个柜子太漂亮了 太精巧了 处处玄机 我从小看着爸爸妈妈搞舞台美术 我是在舞美队长大的 每天看着他们会景 看着木工 定着景片 我从小立志 长大了就要当一名木匠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精巧的木器活 诶 这哥们儿老煮着个棍子干嘛呢 原来这是一幅无昌硕的大画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嘛 只有真正的 懂得他收藏的朋友 他才会展示出他收藏的极品 我和这家的男女主人是同龄人 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背景 我们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比起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我们没有他们的豪横 而相对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弟弟妹妹 我们又成了老朽 在接受这个世纪的新兴事物面前 他们和我们不能同日而已 从他们开始上学 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了 我总觉得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特别了不起 担任着一个成上启下的作用 但是我的想法可能又狭隘了 因为每一辈的人 都会认为自己担任着一个成上启下的作用 其实确实是这样 每一辈人都担任着一个成上启下的作用 行了 啰里啰嗦我又说了那么多 要吃饭了 看看这一桌菜 真是 女主人亲自下厨 现在这个社会 家宴应该算是最高规格了 人除了一日三餐 柴米油盐酱醋茶 应该还有些更高的追求吧 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自由 而不用苟且了 有诗曰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顾 两者皆可抛 是否这一位 对 如果 내용这位 你不许可贵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许可贵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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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